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多次婚姻 就比如说今天小编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男明星 她在一生当中也是结了很多次婚 她就是王刚 说到王刚 我想大多数的小伙伴们对于她应该是比较的了解 她曾经出演过许多非常精彩的作品 而且她也是和张国立等人一起合作过经典大作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大家也是纷纷着 在她是一个老戏骨 王刚虽然说在事业上一般风顺 大家对于她也是赞不绝口 可是在感情这一方面 她却一波三折 她曾经的时候 也是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 可是她在当时正处于事业的上风期 把全部的身心都放在了工作当中 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所以这一段感情最终 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而她的女儿王婷婷最终 也是远家他国 嫁给了一个外国人 生活过得的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 而且随后她也是遇到了方圆 从此开启了她第二段婚姻 可是这段婚姻 并没有延续太长的一段时间 在六年之后 他们两个人也是因为 彼此不合适而选择了逼婚 直到遇到现如今的妻子之后 王刚才明白 原来爱情还可以这样的绽放光彩 据说他们两个人相识与网络 并且一见钟情 先生情绪 随后更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也让不少的朋友 在看到之后感到非常的速度 可是他们并没 又因为这样的速度 而是自己的感情迅速的降下来 倒而是在不久的之后 就获得了爱情的结晶 而且一家人也是非常的幸福 而且在之前的时候 王刚更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一起参加活动 并且一起走红地毯 而就在王刚领着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一家三口走红地毯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看到 虽然现如今的王刚看上去 已经不再有那么的年轻 可是他的脸上却挂着马脸的幸福笑容 这也足以看得出来 现如今的他生活是有多么的幸福 而在看到王刚的妻子 是大家也是被惊艳到了 不得不说 王刚的妻子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如同二大少女一般 现如今王刚的儿子也已经十岁了 他的外孙也就是王婷婷的儿子 也是和自己的儿子同岁 其实我们通过照片也能够看得出来 虽然说王刚和他的妻子年龄相差的比较大 可是一家人的生活 却过得非常的幸福美满